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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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居然背着我偷偷瘦了 他感觉他到中年 他又胖了一点 我瘦下来了 他真想捶死我 但无论你怎么想捶死我 我还是告诉你 我希望说老的观众们都生活满满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真的观众能好好学习 考虑的都好好考虑 工作的都升官发财 有空来看看我的客人 我在你青春上 一眼留下那么一笔 我来跟你说一下 这个减肥的心路历程 这不得不回到那张照片 这个照片弄的时候 我就觉得 摄像机有点问题 我说你要不我暂住一点 你们去买点好的摄像机 然后他们也不好 一直说什么 然后他说好好好 下次一定 后来临近这一次线下了 在三个月前就提示了 我说好多久 三月底 不行 但是 宣哥要不要 就是说稍微线一点 我这么想也是 是 毕竟八十多公斤 你再怎么学术加科技 它也很难救回来 我从二月份开始准备 我就一口气 我捡到三月底了 他们告诉我 那个推时了一点 那我行 那多久 差不多半个月后吧 四月中 那我再坚持两个星期了 继续捡 我捡到四月中 终于到了 那这些定了 在天津 我行 四月底了 没有 五月初 行 我坚持都坚持到这里了 不能半途而废吧 我又一步一步扛着压力 我是终于等到了呀 还是有点效果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图 我真的挺烦的 后来这么一看 我少沾点小可爱 合了个照你也不批 不批就网上发 完了明白吗 互联网 明天要出差 兄弟们 我去找你 你别来找我 你找我 我很紧张 你就不能远远的 看着我吗 大先我见你一眼 我又很幸福了 很幸福了 幸福了 我要找你合照 你能不能 不要总是把我当工具人 你见我就这样合照 合了个照你也不批 只批自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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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忠是真地强 上分我选黄忠 上去直接跟加罗听 往这里买克雷 然后你走到线上的时候 他会炸一下给你个盾 看到没 然后你又炸他一下 跟他点 无话可说 他命好一点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已经要炸了 我告诉你没有 游戏才刚刚开始 中文字幕 炸 懂了 玩家罗 嗯 有道理 虚假的粉丝见面会 真实的粉丝见面会 你 你 你们俩 认识了 对啊 在你 认识的 真是 你小子我记住你了啊 那个男生说他在我的 跟这个女生认识了 谈了三年 可恶 这小子他老婆就是我自己粉丝还长得要看 你小子是会谈平衡的啊 听话听话听话 好 来 那你跟他们聊一会儿 哈哈哈哈 他们聊一会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先我先回本事 我先回本事 哈哈 这个给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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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然他一通家里带来的 那家里带来的还在哪里 哈哈 天哥 哎 你好 我特意从青岛过来的 好好好 我妈妈 我妈妈也一份 哎呀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谢谢你 我都不好意思 你好高啊 哈哈 你你多高啊 他一米八三 他一米八三 家里面这有半箱了 来不及买新的 谢谢 谢谢 完了 我再一出来骗吃骗喝了 这里边 我抱着孩子吃一半饭过来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您 那这 这个还是得行 我抱歉可以吃 小孩真可爱 加油 go go 啊 哈哈哈哈 还要在排一道队 听到福 各位 哈哈哈哈 被控育了 哈哈哈 先生 我好亲家里 哈哈 我 又来着 哇 他说大老远过来 让我签个字 但是我的确我要上船了 很悲情 一点 哦 哎呀 哎呀 你们真的是 哎呀 为什么这一次就感触特别大呢 因为的确很久没见了 应该是从早上10点钟 我就给大家签名家合照 弄到了下午2点 整整4个小时 每个人会稍微会对我说两句 但有些同学真的是太紧张了 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面 准备了好多话想跟我说 然后一到我眼前 然后旁边的红准人员 因为下午要彩排 他怕耽误太多时间了 就说同学大家紧凑一点 小翠一下就直接过了 还有好多已经考完研究生的同学 然后跟我说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看我 还记得有个哥们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他说请了一天假过来看我 他握着我的手 真的看你很久了 然后老哥说 我那段时间很低谷 还好有你 我说是吗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点抑郁 那倒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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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心情不好而已 把他说得害羞了一下 还看到有这个家长 就是在自己孩子来看我 能明显感觉到三四年去了 然后我还看到这个 在播的时候 有个女生 她是跟着自己男朋友来的 然后她男朋友也挺低的 然后她告诉我是5月底就结婚了 然后我祝她新婚快乐 然后我看到就好多人 原来是大学生 现在是有研究生了 研究生然后去找工作了 还有很多同学 原来还是一个学生 现在已经在社会上打拼 就看到我第一页瘦了 然后再把那个小曲一放 可能看到我那一瞬间就已经 你跟刚入行的时候长得好像 你怎么跟头像一样了 是那么回事啊 就好像时间被定格住了 然后又想起自己也在当年 看我直播的那段时光 是吧 可能是放学一天很累后 可能是工作空隙看到我 她那个会儿都挺高兴的 我一下就把这个画面 就联想到了 我就很感慨 有好多学生都已经上班了 有好多上班的 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 还被迫叫孩子叫我哥哥 小孩真可爱 叫我哥哥 叫我哥哥 然后我感觉我能 在那一刻就特别激动 就感觉我好像是有幸 参与很多人的青春 是吧